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始皇嬴政究竟是如何在如此广袤的国土推行自己的货币的 秦国钱母展现出当时怎样的经济水平 这个刻满岁月痕迹的钱母又代表了怎样的工艺与技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老师 带您一起走进文物还原历史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文化遗产特别策划系列节目 镇冠之宝第十四集 秦国钱母发现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常设有一个古代钱币的专题展厅 里面陈列了上下几千年不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的钱币 和与钱币相关的文物 其中很多都是国宝级的藏品 要是对中国古代钱币进行研究的话 肯定离不开这些食物 在我工作的地方秦都咸阳城遗址 出土一些秦国的钱 那一点也不奇怪 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但这些钱是在咸阳的哪个地方铸造的 又是如何铸造的 考古发现的资料其实并不多 2016年我们发掘了一处秦代的国家库房 出土了一堆的蚕食性 一时间大家都很兴奋 有村民也就来看热闹 这个时候我就会喋喋不休的和村民聊 为什么见到这些食性 我们这么高兴 这些食块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村民听了以后 他对我说 就这 俺村专长的垃圾堆里有很多呀 你去食去 很多 这可太具有诱惑力了 一般人对我们考古工作有两种认识 一是挖木的 科学的把古墓里的宝物挖出来 进行科学研究 探索中国古代的历史 然后有一部分的出土物呢 放到博物馆里做展品 相对来说 这样子的理解是比较好听的 虽然也是一种误解 但是我们勉强还可以笑纳 第二 还是挖木的 这个第二个挖木呢 他们就把我们和盗墓画成了等号 认为我们是官方盗墓 这绝对让我们不能容忍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食物 或者说是遗物和遗迹 古墓葬呢 是人死亡后的遗留 有死亡呢 肯定之前就先有生存 活着的时候留下的生存痕迹 更是我们考古研究的对象 每个时期 死亡总是小于生存 所以考古工作 首先也是最大内容的工作对象 肯定是对那些古人 活着的时候留下的痕迹 比如房屋 道路 水井 垃圾坑 甚至还有厕所 考古不仅仅是挖木 只会挖木 也绝对不是考古学家 不仅考古工作的对象 并不是一般公众理解的木 工作方法呢 也不仅仅只有挖 挖之前 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工作 考古调查和考古勘探 收集到线索 马上去现场 就属于考古调查 不论老乡说的多得很 是不是靠谱 组织实地的调查 这个必须得有 几天之后 工作人员从现场回来 申请跟我要讲 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说 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 琴带建筑材料 比如屋顶覆盖的瓦 瓦上使用的瓦灯 有龙纹的空心砖 残块 有石庆的半成品 还有钱饭 半成品的石庆 和我们正在发掘的库房 出土的石庆的制作有关 正是我们极力要寻找的线索 龙儿空心砖和大量的建筑材料呢 说明这个区域啊 曾经有过高等级的建筑 这也很正常 砖厂几年前早已废弃 能给我们留下一点垃圾 我们应该感到很知足了 钱饭和筑钱有关 这可真有点搂草打兔子咯 他们超额完成了调查任务 难怪提出来要奖励呢 这个砖厂呀 紧邻着秦弦城宫殿区的西部 垃圾堆里翻出来这些宝物 从位置上就能看出 和宫殿区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应该属于当时国字号所有 石庆半成品 那正好解决了我们的 主动发掘的一个谜团 找到了石庆制作的这个生产地 所以听起来我们这个调查行动呢 翻垃圾有点低调 但是收获却绝不低级 不低级首先表现在这次工作的 研究价值上 仅说工人师傅们说的所谓钱贩 它那个第一层次的研究价值啊 是反映了国家造钱工厂的规模 方法和造钱的地点 所谓钱贩 是秦国政府用来铸造半两钱的模型 泥土烧制而成的 大大小小呢 有很多块 胎质非常细腻 外形近似一个铲形 喇叭形的胶口 有主刺的胶道 还有半两的前腔 我量了一下 它的前径呢 是2.7厘米 虽然这些残块 不能完全的拼接完整 但基本上的形状是能确定下来的 那么这些十几块的残块呢 也不是同一件东西 考古调查的方法 除了我们去野外实地 勘查以外 还有一种查阅文献资料 就是在砖厂附近 曾经在上世纪的时候 就有学者发表过文章 说采集到了一批秦代的筑钱遗物 我们对照一看 竟然和我们这一次的收获完全一样 可见这个国家工厂的规模还是比较大 第二层次的研究价值呢 是半两钱在秦国历史的重要性 这些被砖厂筛子淘汰的垃圾 大部分是有凸起的半两两个字 那它显然了 铸造的是跟半两钱有关的东西 半两钱 圆形方孔 标准的重量应该是12株 我国古代规定一两是24株 12株呢 那刚好就是半两 从公元前336年 到公元前的206年 秦半两的延续铸形 一共有一百多年 长话短说 一百多年中 我们仅看其中涉及的重要的政治世界 就显示出了这个半两对于秦王国 秦帝国的重要性 文献是这样记载的 第一条 史记记载说 惠文王二年 出行前 出行前可以自己制作货币了 表示你的经济开始完全独立 这个出字 不能理解为财开始 是正式确定制度的意思 第二条文献记载呢 是史记评准书 说秦始皇时期的钱啊 有两类是流通使用的 一个是黄金 是属于硬货 那上笔 供这个巨额支付 包括说进贡 亏赠 另外一种钱呢 是圆形方孔的半两铜币 称为下笔 是日常交易使用的 珠宝 这类东西呢 是不能当前使的 你放到家里 当上一个宝贝就行了 统一货币 都认为是秦始皇 治理帝国的政治手段之一 第三条文献记载 是史记六国年表 说的是 史皇三十七年十月 地支会计 狼牙 还至沙丘 蹦 子胡埃立 为二世皇帝 沙蒙田 到九元路 复兴前 前面的一段话呢 是说 三十七年的时候 这个秦始皇 在出行的途中 突然生病 去世了 接下来就发生了 胡开继位的事 二世胡开呢 回到咸阳之后 推行了一个政策 叫复兴前 复兴前 再次推进半两钱的壁制 实际上是整顿混乱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 复兴前是秦始皇 生前预定的事物 只不过呢 他病死沙丘 没来得及落实 到了他的继任者 就是秦二世的时候 把这个事具体的完成了 秦二世复兴前以后 铸造出来的半两钱 金属含量大减 但是壁制不便 仍作为秦帝国 认可的货币流通 尽管对于秦二世 复兴前的初衷 史学界有各种疑解 但不容否认的是 他确实为半两钱的推行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早在战国时期 秦国流通的 还是原形原孔的还钱 那么为什么后来 秦始皇会将方孔原形的半两钱 定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 这种钱币又体现了 哪些铸造工艺和流程呢 对于半两钱 是外源内方的造型 很多人的解释都是说呀 此形状象征中国古代 哲学的思想 什么哲学思想呢 是天元地方的概念 天元地方就是外源象征天 内方呢 象征地 那么天和地都考虑到了 显然就可以达到一种 什么效果呢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广进达三江 我曾经买过一本 专门研究半两钱的 这个专业著作 全书一共有三百多页 在看到四十多页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种观点 再往下读 作者说的很多的学术的认识观点 我总是将信将疑 不自觉地就打了问号 为什么 天元地方说 源自大代礼记 增子天元 增子是孔子的学生 还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呢 是陕居梨 他曾经啊 就是向孔子求教一个问题 说天元而地方者 成有之乎 增子是孔子的高徒啊 他听到这个话说 离 过来 而闻之云乎 天之所生上手 地之所生下手 上手未知远 下手未知方 如成天元而地方 则是四角之不掩也 你傻呀 天元地方 那四个角也盖不严实啊 可见 天元地方 说的不是自然的宇宙 是天道和地道的哲学 天元地方的演绎 影响是极深 有一次 我在秦始皇陵博物院的 铜车马展厅 就听见有一个人 在口若悬河地介绍 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 说 你们看 这个秦始皇这个铜车的车顶啊 它是椭圆形的 这个反映了 古代天元地方的思想 当时我站到他旁边 我也想和曾子一样 大喊一声 过来 你傻呀 其实啊 读书 乐史 品文化 最忌讳一件事 就是一知半解 最可恶的呢 是以讹传讹 就像对考古学的认识 本来我们是一门科学的研究 可偏偏就被做成了盗墓 或者挖宝 钱要易于制作 便于流通 外源的这个轮廓 那是具有绝对的优势 方孔呢 方孔是便于固定 搓磨 所谓天元地方的附会 那是不能塞在秦始皇的身上的 秦半两确定下来的这个钱币造型 在中国古代钱币史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博物馆 钱币展厅去看一看 就已经不用再多啰嗦了 直至清代 一直沿用不弃 就是这种方孔 圆形 现在我们常说一个人爱钱 说你掉钱眼了 又把钱呢 称为孔方兄 原因就在这 同样的 圆形方孔之功呢 也不能贴金给秦始皇一个人 先秦时期 各诸侯的货币呢 有刀形 铲形 鬼脸 还钱等等各种形状 五花八门 在魏国和秦国 这个战国时期呢 曾先后使用还钱 还钱的钱眼是圆的 而不是方的 方孔圆钱大量出土于 燕国和起义国 后来才又在秦国出现 秦国的方孔钱 战国晚期就有 比秦始皇还要早 所以只能说是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 外缘内方的形状 彻底的呢 固定了下链 孔方兄 绝非秦始皇的发明 秦帝国的建立呢 不仅承蒙祖宗的庇护 也有整个中华民族 整体发展的这个一个基础 当然呢 也有一些外来文明的冲击 说到秦 所有的丰功伟绩 还有功过是非 全部都甩锅给秦始皇 或者贴金给秦始皇 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垃圾堆里翻出来的筑钱遗物 交口 交道 办两钱的字样 都是赫然突起的 工作人员和我说是钱犯 有没有问题呢 我给出的名称是钱母 也就是很多研究文章中 称到的钱母范 磨和范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名词 我们经常说磨范 是制作器物所用的模型 有时候呢 也当成我们学习的一个标本 它反映的是 铸造过程当中的两个流程 先得做磨 然后根据这个磨呢 去拖出来范 简单的说 铸造金属器物 必须先有磨 然后用范 脱磨翻范 以范成器 金属器制作 都是磨范分开说的 阳文的一般的为磨 阴文的一般的为范 最后成品上呢 才能有突出的文字 或者文式 成品上 凡是突出的地方 那范对应的就要下挖 范上对应的 下挖的地方呢 那对应的磨又是突起的 筑钱也是一种金属器的制作 应该按照金属铸造的流程 使用标准的术语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约定俗成的 钱磨就被称为了母范 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板上 有这样子的介绍 它主要的内容呢 是介绍了造钱的这个筑壁工艺 说先用祖范翻至母范 再用母范翻至子范 然后交注 以祖母孙三代的这样子的关系呢 诉说了造钱的这个工艺流程 有的时候我就很纳闷 我就自己揣测 这种习惯可能反映了一种 钱能生钱的心理吧 从磨到范到钱 文字的特点呢 是正反正 磨和钱那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采集的这些遗物 看胶道 胶口 半两的字 都是凸起的 所以啊 我认为应该叫做钱磨 钱的制造 源于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制作 使用的是单范 这个单的意思啊 可不仅仅只是一块范 就是说用一块范就能交注产品 那是不行的 上面还有有个盖 为背范 覆盖在这个面范的上面 背范你可以理解成 防止这个金属液体四处的胡乱流动 所以啊 它这个平面是非常平整的 没有挖槽 但因为呢 它接触了金属的液体 就会留下 这个铸造物的外形 这一些痕迹 膜脱胎 制作金属反 也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采集的这些残块 有的 它是不见钱臂的这个空腔 表面呢 有非常明显的黑色物质 应该就属于背膜部分 可别小看这些黑色的东西 它是液体的残留 通过仪器的检测呢 我们可以检测出金属合金的成分 有关琴带金属制作的这个遗物啊 前几年我们在专厂东表 还采集到了一大批 成品呢 主要是容器和冰器 其中的器物 我们就检测出有银质的成分 说明那个地方生产的产品呢 有铜器 也有银器 当然啊 也有人提出了说这种黑色的物质 可能是涂抹了一层漆 作为铸造过程当中的一个脱膜剂 确定了采集残块的用途 定了名 那还得再观察它们有哪些特点 是怎么制作的 胶道 前腔 前纹 都非常规整 是在泥胎上用磨印而成的 它不是直接挖刻出来的 那我们又得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的优点在哪 我们来看看 优点之一 效率高 在河北一县的燕夏都啊 曾经出土过平手监筑部的前范 它呢 是在一块桃板上直接挖刻出来的 这样挖刻出来的磨或者范 那得一次一次的操作 显然就费功费力 而磨印呢 可以批量生产 优点之二 它能更好地控制前臂的规范和统一性 磨印的外形呢 整齐化一 纯手工的磕挖呢 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多少的那都会有点区别 秦始皇时机统一货币 理论上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版型 磨一致才能保证范一致 才能保证钱一致 秦始皇尊崇法家的治国理念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 统一货币 文字和杜梁恒 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混乱局面 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然而在秦始皇陵园中 却出土了许多大小不一 版型各样的半两钱 为什么秦始皇要求统一的货币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这究竟是生产的失误 还是另有隐情 今天我们使用的纸币 一张纸印上100的数字 就代表了100元 这叫明目币 半两属于称重货币 每一枚的重量是半两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尽管从我们采集的标本上来看 秦代曾经制作了标准的钱膜 并翻制了范 但是不是秦始皇时代的半两钱 铸造和使用 就真的能达到整齐如一了呢 考古研究讲究以事实说话 最晚从公元前的336年 秦惠文王铸钱 到秦朝灭亡 半两钱的版是多种多样 司马迁说 燃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考古出土的半两钱的大小 版型的区别也很大 比如我们有前径 这个2.5到2.77厘米的 一般称为小半两的 它的重量呢 是2.5到3.35克 甚至有的更小 还有重量更轻 另外呢 就是前径在3.12到3.72的 我们叫大半两 它的重量一般是7到14克左右 即使是在时代 非常明确的这个秦始皇陵园 我们考古出土的半两钱 那也是大小不易 版型多种多样 曾经一号兵马永坑 考古发掘呢 出土了4枚半两钱 有直径3.1厘米的大半两 也有直径2.4厘米的小半两 陵园内的建筑遗址中 出土的半两钱 甚至更小的离谱 直径呢 只有1.9厘米 很显然 在考虑铜钱或破损或生锈 造成的这些误差之外呢 秦代钱币的多样性 那是不容置疑的 这种情况我们该怎样理解 秦始皇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那么秦半两又是具体的如何用于交易的呢 秦始皇尊崇法家 但是秦始皇也是一个知道变通物实的人 他绝对不轴 政策的实施必然要有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统一货币的这个推行阶段呢 秦始皇时期是允许具有相当差异的半两钱 甚至是六国的货币 仍然可以通用 有一个过渡期 据这个云梦勤俭进步律的记载啊 是官府授钱者 千钱一本 以成令印印 钱善不善杂食之 百姓适用钱 每物杂之物改意 什么意思呢 本是植物编制的容器 现在还有使用 就是波及 一波及的一千枚 一千枚是一个技术单位 装好以后呢 由官员要盖章 这段竹简 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百元大钞 一百张呢 打一个捆 然后拦腰竖一个纸条 营业员和主管分别盖章 接着这个律令又说 钱善不善杂食之 百姓适用钱 每物杂质物改意 钱只按照数量计算 大小轻薄你 你不用考虑 交杂在一起 老百姓使用的时候 你不用管这个质量的好坏 这是法律上规定的 一九六二年冬天呢 在仙士就出土了一个陶器 这个陶器里面啊 装的铜钱就刚好是一千枚 清典的过程中就发现 这一千枚铜笔中 还有几枚其他的铅笔 不仅仅是半两 比如还有战国时期的 齐国的备一画 秦国战国晚期的两栽钱 两栽钱是圆形方控 蚊子呢是两栽 可以看成是半两的异形钱 与半两钱的面值是相同的 两个种钱呢是同时流通 半两只是一种币值 支付的时候不找零 所以啊 金布律记载 有买即卖 各应其价 小物不能各亿钱者 物应 商品都有自己的价钱 那不满一块钱的东西怎么办 不值一枚钱的东西呢 就是不值钱 在勤俭法律问答里 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 非常有意思 说有一个人偷了桑叶 这个桑叶的价值啊 其实是不到一枚钱 怎么办 没办法罚款呀 那那那怎么办呀 怎么处罚呀 送劳动改造三巡 1996年 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发掘的时候 我的一位同事 就在他负责的那个区域呢 发现了一枚小半两钱 老师们看到这个发现都很高兴 讲了很多半两钱 就是大半两和小半两的区别 在这个兵马俑坑中发现 小半两有什么样子的学术意义 我当时看到那枚钱 我心里很难过 我怎么想呢 这枚钱啊 应该是工匠不小心遗失的 这可是辛苦钱 我们都说 勤政残暴无情 工匠的待遇 想来也一定很惨 好不容易发点工钱 这口袋漏了 还给掉了 一直到后来 我读了勤检 我知道原来在秦帝国 扶摇役的时候呀 他们还给发工钱 有的时候还管饭 比如在秦律中 这个司空中 这条律令就规定呢 有罪被判处罚款 或欠官府的债务 你无力偿还的这些人 你可以去扶摇役来抵债 扶摇役这个工资 是怎么算呢 一天八千 官府如果给你管时速 劳动的一天 是扣出时速的费用 给你六千 曾经有个学者 他曾经就计算过 说如果按照一年 325天这个出勤率 来计算的话 每年这个工匠呢 实际上可以领到的工资 是2600到1950 看来啊 偶尔丢上那么一两枚 倒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秦帝国覆灭之后 汉成秦制 半两钱继续在民间流通和使用 那么在秦汉遗址交错分布的地方 出土的钱蒙 究竟是生产自秦还是汉 考古人员要如何从这些垃圾堆中 逃出来的钱蒙身上 寻找线索呢 请继续收看 百家讲坛 文化遗产特别策划系列节目 镇冠之宝第十四集 秦国钱蒙发现记 半两钱流通使用呢 经过了三个阶段 秦国 秦代和西汉前期 秦祥城遗址呢 又是和西汉地灵遗址 那个交杂分布的 我们怎么判断 这一次垃圾堆里翻出来的 这些钱蒙 是属于秦 还是属于汉呢 首先用排除法 钱蒙规格和西汉半两 那是不一样的 西汉时期曾经铸造四株 这么一系列的半两钱 它的直径啊 一般是在2.3厘米左右 比我们这次发现的要小 那又该是属于战国晚期的秦国 还是秦始皇时期的秦代呢 抽丝剥剪 逐层分析 这也就是考古的乐趣 既然要决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即使一定时间内 钱币呢 可以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那么秦始皇在位期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应该首先制定有标准的钱版 官方模板的钱文钱形 应该非常规范 现在我们从垃圾堆里翻出来 这些钱模啊 正是如此的特点 尤其是钱文 虽然是转体 但是这个笔画已经是非常方正了 很接近隶书了 并不是战国晚期的那种转体的风格 秦朝半两的这个钱版的文字 传说是丞相李斯的手书 字体呢是秦小传 李斯是当朝的重臣 参与了许多重大国策的制定 那给钱版提个字 想想到也合乎情理 但是啊考古研究必须得依据实物 才能最后敲定一个事情 这些钱模上的这个钱文 是不是李斯的手书 那不好轻易的下结论 不过啊考古研究有的时候 也需要开一些脑洞 我们需要有一些设想和推理 英国有位学者叫伊恩霍德 他曾经说我们要相信过去是可以被阅读的 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情景中形成的 一件事物意义的确定的 是与其他事物的这种联系中取得的 古物学里气物脱离具体的出土环境 对考古学就可能没有意义 从出土环境看 钱摩紧邻咸阳城攻区 整体上这一个搭片区呢 是属于关属的手工业区 有国字号的工厂 那李斯亲笔的字迹 他的这个可能性呢 远远大于其他的郡县地区 发现的同类遗物 我还想过 即使啊这个钱文呢 不是李斯写的 事关了统一货币的这种重大的国策 这个钱摩的最后确定的时候呢 秦始皇也许从亲眼看过 关于秦小传 许慎呢 在这个说文解字序中 他就说到 说李斯等人 在奉秦始皇的这个命令的时候 制作标准的字样 然后就对这个始咒大传 加以简化 然后出炉了秦小传 为什么叫秦小传呢 是为了尊宠大传 而把他们创造的这种文字呢 定名为小传 秦始皇治国措施 比如半两千的定型 有对历史传统的继承 崇尚的品行 比如我们这会儿说的 小传之小 也有谦卑低调的一面啊 这个和我们印象中的 那个不可一世的秦始皇 不太一样 而关于秦历书 据说呢是源自成廟 书中说呀 秦烧灭经典 敌除旧典 大发立足兴义 官狱职务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都犯了错了 然后这个监狱里的刑途就多了 所以案子呢 刑事案件就多了 那么从事立法有关的 这些职务的官员呢 任务就很重啊 怎么办呢 所以就这些人呢 就发明了一种问字叫 初有立书 以驱约翼 还有一些记载说呢 秦始皇室下归人成廟 造了这个立书 我们在考古发掘中 经常会看到一些文字 比如兵马俑身上的陶文 兵马俑陪葬坑 兵器上的一些课文 很多呢 都有立书的这个韵味 而采集的钱膜的钱文 也是笔画方折 接近了立书 可见秦立书 不一定是成廟 这一个人独创的 也应该经历了一个 渐进简化的过程 这个演化 是从底层而起的 所谓秦记用传 奏事繁多 传字难成 既定立人 左书 约立字 立人 就是职位很低的官吏 或者是呢 因为犯罪沦为的官奴 他们书写的文字呢 简洁便当 从此一笔一画的汉字 才终于打破了 这个弯弯绕绕的形体结构 成为官方的正式书写体 始于秦 胜于汉 直到魏晋 魏晋时期出现了凯书 凯书流行了 才把隶书取而代之 所有的信息汇集起来 显然呢 这次专场垃圾堆中 逃出来的钱膜 应该是秦始皇 建立帝国时期的 标准前行 标准的前版 它背后呢 有一连串的故事 如此一来啊 工作人员 也确实可以奖励一下了 千秋唯有长城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莫道区区紧半两 曾看流向入显阳 这是古前碧研究学者 丁福宝先生 所写的一首诗 这些在专场的垃圾堆里 我们翻出的钱膜 不仅呢 曾真真正正的目睹了 流向入显阳 它的形状 凝绝了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历史 它上面的文字 连接了汉字的演化 那么它背后的故事呢 衍生了一个真实的秦朝 真实的秦始皇 咸阳为都建立帝国 虽然已经天下一统 但是百废待兴 这个被认为最整齐划一的秦国 它内部的多元性 实际上一直影响到两汉 秦始皇时期推行统一 坚定不移 但是呢 又变通继承发展 这才是秦朝的真实面貌 文物有可移动和不可移动 这个两类 不可移动文物呢 按照的历史价值和保存状况 分为不同级别的保护单位 咸阳城遗址属于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更愿意把这个遗址的保护单位呢 看成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积角嘎拉散落的各种文物 几千年来在原生地 以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 他们记录历史教育后人 发挥着博物馆藏品的功能 我想如果能把他们的价值宣传出去 未来呢 再刺激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凝聚地方文化认同感 还有呢促进社会全面的这个进步当中 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吧 这些历史痕迹能够劫后余生保存下来 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 如获至宝 但又有了一个尾巴成了我的碎碎念 这些前膜是翻印的 那它之前还得再有模板 这就是国家博物馆展板上说的祖范 这个最根源的模板 又会在哪呢 还得继续再调查呀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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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